詩篇 第五十二至五十三篇 卻不愛真理 你喜歡詆毀他人 你是個騙子 上帝必把你激倒 永遠不再喜來 他必把你從家中拖走 把你從活人之地連根不垂 二人漢見就驚訝 他們要發笑 並說 漢那沒有依靠上帝的威武戰士 這是他們的下場 他們倚靠的是自己的財富 為非作大 越發囂張 至於我 就像橄欖樹 在上帝的殿中 絕葬成長 我時常倚靠上帝的慈愛 上帝哦 我要因你的作為 永遠讚美你 我要在你中心的子民面前 信靠你的美名 第五十三篇 唯有愚昧的人心裡說 沒有上帝 他們心地敗壞 行為邪惡 沒有一個行善的 上帝從天上苦看世人 要察看有沒有真正有智慧的 有沒有尋求上帝的 可是一個也沒有 人人都偏離了正路 所有人都墮落了 沒有人行善 連一個也沒有 作惡的人都是無知的嗎 他們吞吃我的子民 像吃飯一樣 沒有想過向上帝祈禱 他們必大大震驚 前所未有地驚恐 上帝必將你敵人的骨頭 拋殺四野 你必使他們蒙受羞辱 因為上帝棄絕了他們 誰會從石安山來拯救以色列呢 上帝復興他子民的時候 雅各要歡呼 以色列要歡喜